台灣今年數字是76605人 其中有145人離開 北京今天的數字是14加7 好險今天有新聞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自己去關心 今天數據我也截圖了 大家好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5月29號 講一下台灣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講一下好A在北京的生活 再講一下今天臨時想跟大家說的一個話題 好A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是透過什麼了解到大陸這邊的生活的 剛剛跟大家說過了 台灣今天的這個數字是76605人 其中有145人因為這件事情離開我們 那目前在台灣總共生病的人數 是1892,272人 是屬於一個生病的狀態 從2020年開始 因為這些事情離開我們的人數 是2056人 這兩天北京的風是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大 那現在好A今天沒有去爬山 這兩天一直跟大家說好A要去爬山 但是最後今天我沒有去 如果是在北京生活的這些小夥伴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今天北京的風特別大 即使是說溫度已經整整下降到 蠻適合去爬山的一個溫度啦 因為我爬山主要是以野山為主 然後我就想說如果是大風去爬野山的話呢 有一定的風險所以我就沒有出去啦 反正心情也不是說特別好 因為原本是想要去爬山的 在家裡基本上呢一個禮拜 就去遠一點的地方呢 就一個禮拜出去一次 然後今天就是別的地方 也沒有去 就是坐在家裡 今天呢好A也沒有去做這個 反正外面的話是說要48小時核酸啦 我已經連續做好幾天啦 那今天的話就是實在是 情緒也不是非常好 蠻低落的 所以呢今天我也沒有去做 做這個 講一下台灣的現在這個狀況好了 台灣現在剛剛跟大家說了那個數字呢 最近好A關心一下台灣就是每天每天離開的這個人數 今天是145人離開我們了 對吧就是從這幾天 連續說下來呢 雖然是說台灣的狀況是 每天的 這幾天的狀況是每天 就是 中獎的人數呢 有逐步下降的 狀態 看到這風很大 有逐步下降的趨勢 對吧但是呢 每天 的 離開我們的人數呢 是 逐步在攀升的 目前台灣現在的這個人數呢 不是有189萬了嗎 對吧 那我就看一下關於台灣現在 這個 是因為有什麼樣的狀況 離開我們了 這風太大了吧 我發現還是傷身數底下 這邊比較 風比較小一點 因為前面有屏蔽物 接著說啊 那這份數據裡面呢 有說到是說 你 打比方說今天是145人嘛 對吧 那你在145人裡面呢 有哪一些人呢 是他原本就有身體就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有哪一些人呢 他是沒有打這個的狀況 這個我 因為我不是新聞頻道 所以我 這個關鍵詞我就不說出來 就是 要靠大家的智慧去理解 好 現在呢 就是其實有在關心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這個數字 我在網上的話就有收 稍微看了一下其他人說 就是大家都說 就是看這個數據 很多人分析這些數據呢 每天每天離開我們的這些數據呢 大部分的人 是認為啦 就是說 要打疫苗 是還蠻重要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北京今天的這個狀況的話呢 就是 就是 最近呢 好像是 今天已經不到20了吧 是14嘛 對吧 14加7 7的部分的話是那個 無症狀的樣子 反正就是說北京這幾天的 狀況的話是比較好一點的 今天好威就收到訊息了 在好威之前就是房山工作的創業的那個地方呢 的底商從 5月10號 開始不營業嘛 到5月28號 持續了18天 沒有營業的一個狀態 都不開門那些底商 那今天是5月29號 通知啦 就是說那一圈底商呢 可以 營業啦 就是很多店鋪呢就陸陸續續要開門了 然後 大家可能也跟好意樣會比較想要關心到 就從這10號 到 28號 關門的這18天 以來 有沒有 就是 有沒有補助之類的啦 就是這個話題 那我 之前的那些朋友呢 他們 給我一個回覆啦 具體是有補助還是沒補助呢 好威也不在好威的這個頻道去講 大致上我們就瞭解一下 頭上風是怎麼樣 有網友跟我說其實我一拍的還蠻 多的我也不多說 今天風實在是太大了 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是好威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去認識 大陸這邊的 很多大陸的小夥伴呢 可能 透過 一些 台灣的一些 類似康熙來了啊 等等的一些 娛樂節目去了解到台灣 還有一些港台的一些藝人 了解到台灣 以前好威小時候的時候 了解到大陸這邊的狀況呢 是透過一檔節目叫做大陸巡奇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喔 其實呢 以前我在 這是我的這個生長環境呢 我認為啦 我 雖然是說在 學校裡面是比較少講到大陸的一些事情 比較少 但是呢 我透過就是一些 大陸巡奇啊 或者說環珠哥哥 就了解到一些狀況是 感覺是還蠻喜歡的 那大陸巡奇裡面 大家可以去搜喔 哪個平台都可以去搜 這個是由台灣的 中視 這個 這個 這個頻道嘛 這個 這個電視台 然後從 1990年開始播的 到現在呢 30幾年了 現在好像還有在更新吧 那我小時候嘛 應該也是說 千禧年2000年左右的時候 就透過這些節目去了解到大陸這邊的 那他我喜歡裡面什麼內容呢 他裡面只有說 就是大陸這邊的一些比較 原始的一些生活 少數民族或者是說內蒙古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 就是少數民族在跳舞 還有就是說內蒙古啊 就是 風吹草地 劍牛羊的這種 大自然的這個環境 於是呢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對大陸這邊的認識呢 就是大陸這邊是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就是比較 不要也不要我們也不要說原始啦 就是比較有那種 很多 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的這種 生活的樣貌 所以那時候呢就不會 就那時候對 大陸這邊的印象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去看大陸巡集 我是覺得是一個還蠻棒的節目 然後呢 那小時候呢我心裡就想說就有機會的話 以後有機會可以來大陸這邊 走一走然後 去見一些 去看一些就是 風土民情的這種狀態 但實際上呢我在15年 第一次 拿著我的台胞證來大陸這邊的時候呢我發現好像跟我想像這樣不太一樣 這邊是那時候看到因為那時候 是在江蘇工作嘛對吧 江蘇 我從上海虹橋機場 下來 然後公司有派車子來接我 帶我去 江蘇的公司上班嘛 那時候呢就 看了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我們老闆就給我介紹一下 這是上海是怎麼樣怎麼樣那時候發現說 哇塞上海真的是還蠻厲害的就是 那時候第一次接觸到真實的大陸是什麼樣子所以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了解到的看的那些節目都是 都是 都是比較風土民情一點的喔你們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那那一部為了要 確保大家 看的那一部跟我看的那一部是一樣的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那一部的那個主題曲片頭是什麼 大陸巡奇這個節目然後他的片頭曲是江山萬里星 然後他是怎麼唱呢 風雲千年路 這種的 我唱歌不好聽喔 就這種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感覺是這樣子喔 我也是聽我身邊朋友是說 其實在他們 我同年齡的朋友 大陸這邊的朋友 他說 其實在他們從小的這個生活環境當中呢 對台灣的了解 都是比較屬於比較正面比較友好一點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幾年的這個風 吹的比較緊張一點 我小時候對大陸的印象也是蠻好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 也不要說不知道反正這幾年就是比較緊張一點就對了 今天風特別大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了喔 等一下騎車出去外面然後去買一個菜 這幾天 我每天跟大家說了這個三個地方喔 就是台灣 北京還有朝鮮 這幾天看起來這些就是都有很明顯的下降了 呃在北京這邊的生活的話 房山跟孫義的話 今天是收到通知就是可以 在家上班的就是可以正常到 公司上班了 的這種狀態 房山這邊的一些 就是地鐵站呢也開了好幾個了 開始 恢復運營了嘛 之前在我創業那一圈底上呢今天也開始 可以工作了 日子稍微恢復正常一點點 然後呢因為從4月25號開始到現在 北京疫情稍微緊張一點這個狀態呢也差不多是一個多月一點 呃我這幾天的話基本上也就是 大部分都是待在家裡 除了就是做核酸跟去菜市場買菜 那像是我這種 狀況的話是非常期待周末可以早一天可以出門的 去 遠一點的地方爬爬山流流汗 就是感受一下自然的 環境這樣子 我是我這個人是需要這個的 所以今天沒有出門的話 就是情趣的話相對來說就比較低落一點 那同時呢我也是可以理解就是 如果是有像我相同狀態的 興趣愛好者 他如果是在上海的話 這兩個多月以來 就是心裡 的 內心世界大概是怎麼樣子 也是還蠻不容易的 我覺得 那這期影片的話 從一開始在那個 傷勝訴底下是 看著我手上的數據講的 後來因為風太大了我就騎車出來 找一個風小一點地方說話 可能 講話就是 就像是這種狀況的話就是比較屬於發自內心的 發自內心的話 就會有一種就是一些片段 片段片段的方式去敘述 那你們如果不是長期看好A影片的人 對好A也不熟悉可能會覺得我講話比較彎彎繞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語言結構 比較差一點 我確實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期影片的話就比較隨一點啦 跟大家講一下我現在狀況是還OK的 蠻平安的 等一下去菜市場要一點 今天應該會吃口味比較重一點的吧 想要 因為沒有出門嗎 吃麻辣系列的 蠻好 那就 這期影片的話就錄到這邊 那 你們要是覺得這影片拍的還可以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點贊 各位不多說 希望大家平安順利 好好吃飯 買菜啦 拜拜 明天的話應該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加拿大同學的那個 狀況 因為他 有 因為這兩年疫情期間 他 在加拿大失業他有領到一筆還不錯的補助金 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等一下 明天 今天應該會做一下啦 應該會把他稍微剪一下 其實還有其他同學我們跟他打過電話 但是呢 因為 每次打電話都一個小時我最近比較懶得剪 找工作其實也得 花很多時間跟心力 再加上如果是 那個精神狀態不是很好的話 就蠻難的蠻累的 這不是探氣啊 好吧 這樣子吧 買菜去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原本是打算今天去爬山的 我如果是安排爬山的話呢 通常都是早上就出門 五六點鐘 六七點鐘才會到家 所以這段時間呢我如果是有團購東西的話呢 我可能就沒辦法取 對吧 所以我今天 我昨天晚上我也沒有下單 今天我也沒有貨 可以取 但是我家裡的蔬菜水果是夠吃的 等一下就準備出來買點肉吧 吃一點 做一點辣的 那就是這樣吧 再會啦 Peace 買了純牛奶 三元的 酸奶 來這是 牛油果的 買了一些 豆皮 然後豆干 一個藕 買了 撐子 撐子 回去炒著吃啊 這個是餃子皮 皮背的面容 來吧 好 啊 啊 來吧 謝謝 小朋友